公元1140年7月的某天 在开封城中的金国元帅王元宗毕 迎来了他一生的至暗时刻 这一天他收到了无数的战报 无一例外全是前线球员和战败的消息 就在一个月内 他亲近全部家当带来的数万大军 在遭到衍城影仓两场大败后 要说损失惨重倒不至于 这是弹尽凉绝了 部队锐骑尸上下军心涣散 号令混乱不一 他精心安排的篮下计划 竟然在自己负责的中原战场 磕得头破血流 他怎么也想不到 当年纵横天下的金国铁骑 如今已经到了壁种吃花椒 输麻了的地步 其实宗毕也没有难过呀 因为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而另一头的岳家军在经过衍城小商桥 隐昌三场血战后 除在隐昌与宗毕决战的王贵部 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之外 其余部队基本仍能成建制的作战 特别是张线 牛稿两部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出师前的七万人左右的编制 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五到六万的精锐战兵可堪作战 再加上宗毕的北顿 岳飞终于得以合并 不再成孤军各自为战的情况 岳家军上下兵力雄厚 士气高昂 与另外一边金军的惨状 形成了一边倒的对比 为了进一步完成收复中原的计划 岳飞将他的指挥部开进了影昌一带 岳飞从开始独立开军领兵后 就形成了一个搞参谋部的习惯 所以他每次进行作战时 都会提前安排人开展军事会议 这次趁着诸军会合之后 自然也要开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 上一的结果 是由军力较强的张线牛稿两部 分头进军 收复东京城 将金军彻底赶出中原 大约是在7月17日到18日之间 岳飞进距离东京仅几十里的诸仙镇附近 在东京城惶惶不可终日的完颜宗碧 眼见后路被河北一军端了 前方又是岳飞带着几万人朝东京来砍他 进退尾骨之际 宗碧活出去了 他决定把自己手里还能打上的部队全都抛出去 到朱仙镇再和岳飞开一把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万一能打个翻身仗呢 哪怕有点小胜也能拖住岳飞给自己一个北撤的机会 毕竟曾经在黄天荡 赴亭 饶凤冠 哪怕是顺昌 他都撑到了最后一刻 取得了一定战果 他想这次应该也不例外吧 7月18日 金军6000骑兵与岳家军主力在灵影和开封之间遭遇 张宪依旧发挥着自己雷霆万军的战术 开了口无双就直接A了过去 压根没给金军列阵的机会 就集中骑兵朝金军发动冲锋 金军不敌溃散而走 张宪放手命部队追击 一直追了15余里才停下来 此战金军横尸满野 岳家军缴获一百多匹战 继续快步朝开封前进 大约是在7月20日左右 岳家军前锋抵达了朱仙镇 距离开封仅一步之遥 在这里 宗币已休整了几天 调整好了状态 扎好大营 准备和岳家军再开一把 关于这时宗币的兵力 金陀翠鞭给出的答案是10万 但是我们都知道 古代打仗都喜欢把后勤的民兵 也给算进大军的数量中 以起宜兵壮大绅士的作用 何况从天卷改制之后 金国已经开始非常重视后勤 顺畅之战 宗币就已经带了不少的辞政部队 如经由陈州一宿筹划占据粮食而行 同时按照后面撤军时 金军中出现了 金人自到此日 及炒麦树河 疲困已胜 皆思北归 可见后勤补给 在这个时候对金军的影响 金军已经不是当初吹毛银血 到处打草谷的游牧军队了 所以他们也需要后勤 那么这十万大军中有多少是被抓中丁抓来的后期名夫呢 我们来看看北宋科学家审阔的一个推算 鱼长寄之 人赴米六斗 足自写五日干粮 人响一足 一去可十八日 米六斗 人十日二生 二人十之十八日进 若即复回 只可进九日 若新师十万 资重三之一 只得驻战之足七万人 以用三十万人允粮 此外 蓝服加矣 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士兵得靠三个名夫杯粮食来养活 考虑到金军骑兵居多 骑兵自己可以携带的粮食多 千军近似名夫后勤队 以两个千军养一个正规军 那么我们之前所算的金军的与真处力 仅有三万五到四万左右 金军的总兵力大概就有十二万到十三万左右 根据我们之前在眼城 隐昌金军数量来看 这个推测是不错的 那么这个时候 金军一方面缺粮 一方面又使其崩溃 人心思变 金军的所谓十万人中 真正能打的到底有多少呢 之前隐昌 眼城两战 女真主力被歼灭万语 汉军弃单金兵损失也颇大 活下来的基本上也都是 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千兵 从隐昌的十二万到现在朱仙镇的十万 这当中相差的两万 是什么样质量的部队 不用我说了吧 战场上 死的基本都是赶冲锋的 赢了这些人就是勇士猛士 输了就是战功部上的一颗人头 所以我估计 宗毕这所谓的十万人 恐怕也很难说是什么能打的部队了 大部分都是被他抓来的撞滴 所以朱仙镇会战 没有评书演义里那么激烈 在历史书上只有一句话 非进军朱仙镇 距汴京四十五里 与乌珠对垒而成 遣萧将以备为计五百分计 大破制 乌珠顿环汴京 朱仙镇的失败后 宗毕再次以失败者的面目 逃回开封 此时他的心里只想唱一首洋葱了 岳飞啊岳飞 为什么 为什么遇上你 我连一把都开不了呢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心乱如麻的宗毕 这次真的绝望 爱哭的四太子 再次在众将面前痛哭流涕 史书记载他 来探约 自我其北方以来 未有如今日之搓牛 这里我必须很认真地说一句 完颜宗毕的军事财冷 在经过二代目中 绝对是佼佼者 甚至在宋经战场上 都能算佼佼者 对垒张俊 刘琦 吴杰 韩世忠 他不是没输过 但是他也赢过呀 之前的皇天荡 附平 瑶凤冠 总比都是能够凭借其 敏锐的军事嗅觉 反败为胜 甚至在演成时 总比都能齐高一手 分析出岳飞的指挥部 集中主力 炮打指挥部 形成了巨大的优势 但是 为什么这次 他输得这么惨呢 还是那句话 因为他的对手 是岳飞呀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少有的一等军事天才 他所编念的岳家军 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无军可比的超级强军 输给岳飞 他不亏嘛 现在在他宗碧面前的路 只有一条 那就是逃跑 放弃一切 带着他的最后的嫡系 赶在岳斋军 大军集结之前 冲破河北一军的封锁 逃回东北老家 主帅心里防线都崩溃了 其他的金军将领 也都开始变动 诸多金军 都开始为宗碧逃离后 自己的归属做安排 同时这个时候 岳飞也考虑到 金军中的变化 主动伸来了橄榄枝 他密派人员 朝金国阵营里的 诸多将官 投送了齐和榜 要求他们 无条件投降 归降宋朝 在前途和性命之余的 两重逼迫下 一批又一批的 金国将领 受了齐和榜 如完颜突和宿 手下的亲信 何扎千夫长 启实烈 就表示自己愿意投称 金将张仔 杨靖等人 也密约投称 就连跟随完颜宗碧 兰征北战 多年的朝五大将军 韩长 都决定带领手下 万余士气 低落的军队 投降了 韩长的投降 是一件非常值得 我们去讨论的一个事件 许多朋友 也许对韩长不够熟悉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韩长 韩长并非女真贵族 她是燕金汉人 随其父母一起 投降经过 后来常冲当女真军队的先锋 大战百余战 在复平之战中 宗碧差点被刘旗给砍死 信得韩长誓死护卫 才逃出生天 韩长为此被射下了一只眼睛 从那之后 韩长就一直跟着宗碧 无论是皇天荡 和尚园 还是贤人官 亦或是后面的淮西之战 韩长都是宗碧 极度信赖的亲信猛将 他此时受封的朝五大将军 虽然并非金军中最高的官职 但已经是当时金军中 汉军将领被授予的最高荣耀了 也相当于一个军区司令的位置 其在宗碧心里的位置可想而知 这个人他为什么要投降呢 我们不能简单的看作被岳飞打怕的就投降 由于韩长经常在领兵同宋军作战 从绍兴七年左右 韩长就和手下透露过 近年来 蓝朝军队已经脱胎换骨 战斗力强 战斗意志坚定 而金国军队则被北宋遗留下来的伪军 身上的搓送传染病给传染了 军队战斗力大不如前 除了女真主力还能勉强一战 其他部队基本上就属于一个上了战场就围观的状态 下了战场就开溜的情况 所以韩长对金军队战斗前景有了很大的担忧 或者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不太看好经过了 顺畅大败之后 本是宗碧自己轻敌导致的失利 他却迁怒于韩长督战不力 当众抽了韩长九十鞭子 令韩长颜面尽失 影称大战 宗碧本来是将自己的女婿夏某交给韩长 让他带着这位崖内镀金 结果没想到这位金乌珠的女婿 被岳家军当阵给斩了 韩长就更加害怕了 担心自己回去被宗碧给砍了 所以宗碧回撤开封时 他迟迟不肯动身 把部队拉到长阁县 就是顾虑到宗碧会不会砍他 所以综合一下这一系列的原因 宗碧的首席大将 后来被金矢称为开国攻胜的韩长 也给岳飞写密信了 约定自己要以万余众来想 岳飞特别派将官贾兴和他联络 连韩长都投降了 其他的金军是个什么状态 我们也可以联想 金军内部出现了如此大的分裂 河北一军也纷纷揭杆而起 打出岳家军的旗帜 围追堵截完颜宗碧的部队 陕西两怀的金军被卡着无法动弹 掌握这些消息的岳飞心情大好 一向诚意谨慎的他 此时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此番马上就能将宗碧赶出中原 然后他分兵马支援陕西淮西 自己轻率主力北上 联合河北一军 扫荡金军残部 曾经担心的各支大军不能协同 照够撤肘不能进全宫 如今却超预期的完成了战略目标 光复旧都离亭扫穴 已经是可行的战略 所以他在结束了朱先生会战后 在庆功宴上高兴的同朱将说道 仅次杀金人知道黄龙府当与朱军痛迷 从这里我们也看得出来 尽管岳飞对于此时的战况非常有信心 但内心依旧是很沉稳稳重的 他要进到全宫才与朱将一起饮酒 就是因为害怕喝酒误事 朱先生战役后 岳飞指派牛稿王贵继续挥石北进 收服东京城 总比得知消息后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回溜溜的就撤出了东京 朝不知还有多少人砍他的河北去了 另一边的岳飞走在行军的道路上 到处都是老百姓 担着自己谨慎的粮食前来慰问军队 看着这些衣不避体被兵货祸害的百姓 连自己最后一点口粮都拿出来为老王师 岳飞满是感慨 摇赏十年前 他追随宗泽抗金 自己孤身奋战 却抵不过潮流的掌腿 只能随波逐流 宋军屡屡战败 他也一路难逃 宗泽死时 三呼过河的遗言游在眼前 杜冲绝和南顿时 狼狈不堪 一身封城的场景 过目不忘 他如今自己举一兵 伐无道 终于完成了当年 收拾旧山河朝天雀的豪情壮志 十年来 为精兵屠独的英魂就要得以慰藉 他终于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改变着颠簸的世道 毫无疑问 此时的岳飞已经是宋经舞台上 最闪耀的将心了 不仅大和南北的人民纷纷响应 甚至士绅地主们也在等待王师的北京 南北上下以岳飞为中心 掀起了一场反京辽元之势 这一股势头是河北一军四十万 只带攻来 是我等顶香盆运粮草 已经官军 是顺昌之败 越帅之来 此间正恐 那么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现在的局势 淮西的韩世忠 死磕淮阳军 京军的数万伪军 被牵制在淮西不敢动弹 硬天府的完颜阿鲁布也不敢出硬天 蹲在原地代价而沽 陕西的胡适将维持住了战局 并且把防线钉在了秦川 凤翔一线 伺机反攻长安 博州一带的少龙一部卡在了咽喉处 陕西的完颜萨利赫部动弹不得 河北一线到处都是齐军杀官齐 因为完颜宗贤部被调离 京军无力镇压 京国的统治基本也就土崩瓦解 中原一带更不用说了 宗碧已经被岳飞打穿 准备带领着本族和渤海契丹兵 退回东北老家了 可以说这个时候 宋朝一方所有人都在carry 所有人都在秀 只有一小撮人一直在被打脸 他们就是以宋高宗为首的头小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